纸杯倒入绿茶加上冰块 再用果汁机快速冷却 最后风魔送到客人手中 没想到简单的过程 却遭人指控趁机下了迷药 原来有女网友30号凌晨3点多 在网路留言指控台南开原路 一间连锁手摇饮店 是诈骗集团公司 会在女生买的饮料中放入迷药 导致喝了会遭到非礼 内闻还强调 已经有许多女性受害者 向警方报案 甚至出示网路一颗心的截图 要证明确有歧视 但警方说 被指控的手摇饮店 一早就有客人扇门 对于有人被下药传闻 都觉得不可思议 只是觉得说 有点夸张 因为我几乎每天都喝 也不会啊 不太相信 贴文网友 以白天需要工作为由 得等到晚上八九点才能回应 暂时没有出面 但到底对方是谁 店家至今人没有头绪 为了避免效益扩散 店家快刀斩乱麻 已经委托律师处理 不时的指控 不时的谣言 很生气 怎么会有这种不时的言论出来 提告刑事的这个毁谤罪跟损害信用罪 那另外民事的球场部分 我们也正在处理 由于店家被指控的事件太过严重 除了食安疑虑还衍生社会犯罪事件 如今店家没有模糊空间 只能用最快速度 要透过司法来找出真相